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持续举办2022儿少评审陪丽营队 总共有来自全国10个县市 32位的国中小和高中学生参加 邀请多位讲师带领学员认识儿少节目的特性 以及制作方式 让参加的学员收获丰富 节奏是什么 节奏取决于节目的长度 它是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 钟家宽评 攜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今年持续举办2022儿少评审陪丽营队 共有来自全国10县市32位的国中小与高中学生参加 美观指出 今年儿少节目争选 除了电视与OTT类的儿少节目之外 首度纳入广播节目及podcast 因此营队的课程设计 特别邀请广播节目主持人来授课 带领将担任儿少评审的学员们 了解儿少广播节目的制作方式 让参加学员收获丰富 因此我在节目当中就要带动大调 哦 好厉害哦 哇 这个想法好像有人想过咯 曾经有人做过咯 再想一个 主持人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穿插 但是我自己是希望让同学们自己来发表他们的创意 经过前面的概念之后自己来思考 今天在课程当中大概会送给同学四个字哦 就是英文字母S E E I S呢指的就是声音 两个E呢指的就是Entertainment 娱乐 另外呢一个就是Education 就是教育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互动的S 等于说呢广播节目的制作大概就不跳脱这四个元素 相较于可能许多同学们可能认知当中以为的儿童节目比较卡通型的啦 或者比较童话型的节目是比较不一样的 儿童节目它的学习程度或在课程的题材上面会稍微困难一点 所以呢如果聆听这样的节目 那儿童的同学或者是担任讲师或者是广播主持人 应该在节目当中怎么样来让同学有不同的互动 特别是声音的世界里面看不到画面 那如何去分辨声音音乐的不同的使用方式 刚刚那堂课主要就是在讲音乐配乐对于剧情的跟剧情的关联 像是如果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剧情那就用轻快一点的音乐 如果是比较沉重的那个音乐就可能比较 那个节奏可能就比较慢 然后主持人的语气跟停顿的速度段落都跟节目的剧情有关 我就觉得收获是就觉得以后可能看节目的时候会更注意 它的背景到底是在放什么音乐跟现在的剧情有什么关联 因为我在学校有参加过小记者活动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自己在录一些影片 所以我就对这媒体的那个就是媒体的有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就想来参加这活动 我刚在上课的时候有学到说要讲话要怎么有断句 然后在在在视频中讲话的时候要异扬顿挫 然后声音要有高低起伏这样子 那他节目的后面老师有说到节目的动机 还有节目诉求以及启发的用意这样子 然后还有其他的风格特色 就像说要比较有生动这样子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这样一个陪力的活动 像之前听过有所谓的优质儿少节目的评选 但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原因 他跟所谓一般的广播的典礼当中的评选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有儿少的观点 而且他非常注重儿少少年或者儿童在节目里面的参与 那这个是对于广播节目 不管是在主持人或节目制作团队上面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思考 那孩子们可以在这个程度当中 又可以因为这样子去了解 其实媒体有不同的评审 以及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节目 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 去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目呢 美观也邀请到原住民族儿少电视节目的制作人 与学员互动对话 同学们踊跃发言 分享心目中对于儿少节目的看法 那在今天的培林里面呢 在我的授课的部分 我主要是希望让孩子能够透过从制作端的角度去看 制作节目的一些要领 那当然我们也会期待 在未来孩子能够用他们的眼光 用他们独特的眼光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跟未来的时代 毕竟是很不一样的 他们是属于很新的时代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 他们的观点去制作或者是去规划 未来他们可能想要的节目 那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媒体的新的主力 当然是很好 我也希望如果我有 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小的妹妹还有弟弟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在课后的时间 透过看这些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 而不是就只是从课本单单 看图看字 就只有这样去学习 因为透过电视一定是更加的生动 有画面有音乐还有音效 用听的也可以记忆的更快 其实因为之前就会看到一些 例如说现在可能有很多的 假新闻或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 跟认知作战就是有关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媒体其实是 影响我们很深的一环 因为我觉得现在乐听人 他不一定会直接看到 媒体背后的那个人在跟你说什么 所以现在大家接收资讯的 第一个接收到的对象就是媒体 所以媒体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未来你们就是掌握媒体的人 好 所以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 其实也没有说完全不一样 但是比我想象中还广泛 就像刚刚讲媒体试图问题 还有儿少的权益的问题 甚至还有国防的问题 上举手 好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去慢慢的 酝酿在你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到最后 我会希望每一组都可以说出 你们的节目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原住民族 那其实有很多的媒体 在族群的关注上 其实不是很多 那我会希望透过我以往 在制作原住民族相关的儿童节目 还有相关的一些片子的经验当中 可以跟他们去分享说 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族群的观点 的主体性是什么这样子 儿少评审裴令对课程多元丰富 包括带领学员认识对于 数位性别暴力事件的因应 以及如何说个好故事 美观感谢中家宽评 共同攜手持续推动 台湾优质儿少节目 也希望透过儿童和青少年 来担任评审的机制 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儿少节目 鼓励为儿少发声的 优质节目持续来产出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选举快到了 讯息满天飞如何分辨真假呢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开发选情风向球 媒体素养桌游 将选举中各种讯息结合游戏 让玩家了解 在接收点阅分享的同时 都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将媒体素养带入生活当中 关心国家大事的群组 然后里面有赤资500亿 盖最大的主题乐园 然后资讯是说 这是真的全球知名的游乐园 总裁在媒体透露 他说2025年的时候 要在本市赤资500亿 游戏中的讯息卡出现民众 在电视网站社群软体等不同平台 可能接收到的各种讯息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 或是用查证卡来求证 模拟讯息传播 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 年底选战将至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开发选情风向球媒体素养桌游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将媒体素养融入在生活当中 每到选举的时候 因为选情激烈的竞争 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 这种竞选宣传造势 甚至是负面选举 用来抹黑或攻击对方 希望能够在选举当中胜出 那公平的这种选举过程 可能就会蒙上这个阴影 这会造成台湾选举 为人诟病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何能够在选举当中 避免这些不当的选情的 资讯的操作 特别是虚假讯息 不实讯息 抹黑的讯息 来干扰选举的 有序的这个进行 然后来影响选民独立正确的这个判断 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共同来面对的一个课题 那今年呢 梅关开发这一款游戏 初衷很简单 就是要希望能够寓教娱乐 让大家透过游戏能够更了解 在选举当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选举资讯 在选举当中 我们如何判断候选人政党 以及各阵营所发布的讯息 以及如何去监督他们的言行表现 包括选情跟选前跟选后 所以这款游戏 虽然是一款很小的游戏 但透过玩的过程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 跟了解这一场选举 或者是下一场选举 那不管你今年的手头竹的年轻人 或者是年年都有参加选举的这个成年人 那这一款游戏应该都是老少嫌疑 桌游中四种议题板块 还原选举过程中 社会上充斥关于多元人权 经济建设 民生社服 外交两岸等各种讯息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可以从讯息来源及合理性 练习评估讯息可信度 察觉出带风向的讯息 进而反思如何在各种讯息中做出选择 他其实是跟我们的台湾时事 是很蛮能够结合的 所以很明显他是能够呼应 台湾某一些现象 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东西 因为实在太像之前所看到的讯息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查证 所以我就想说先做查证 那我觉得他这个设计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在 就是说你把这些分享跟那个 那个卡片都继续放在这边 你就可以最后面去统整说 哪一些他讯息其实是假讯息 然后他被转传分享出去 那其实他的扩散的效果 其实就会开始触及到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游戏上面设计 可以发现说 某一些议题他其实 会产生不实讯息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某一些候选人 也会因为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好处 那你也可以从支持某一些讯息 转传出去而害到某些候选人 其实他很南瓜性的把我们社会上 诸多的议题基本上都包裸万象的包含进去 而且在新闻的选举上也都选举到一些 非常极具代表性的新闻这样子 尤其是像有一些 会因为立场或证件不一样 所以导致有不一样的起伏 支持度的起伏 尤其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要摆在10 而不是摆在0 是因为候选人可能会因为他的证件 或是因为新闻来导致他的支持度会有上升跟下跌 我觉得就是这个桌游还蛮有巧思的地方 再来就是因为查证跟分享 尤其是分享 像每一轮结束我们都需要有分享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跟生活上 我们可能顺手转传这个动作 其实蛮相似的 可是其实它却会带来极具大的效果 不管是对社会 或是对你个人可能都会有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把生活中的一个小举动 变换成尸体的桌游 来让我们领略到底 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他的每一张这个讯息 资讯卡 他都会搭配一个查证 查证卡 查证卡的过程中 因为他查证卡 他会讲一下他查证的这个历程 还有这个结果 那像我刚刚在玩的时候 因为我是支持二号候选人的 那所以说就是候选人 他是有希望说可以 他的证件包含了一些 就是民生社服 那虽然我们在游玩的过程中 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这游乐园的这个资讯 他其实是假的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新的 有一个查证的结果 那这个这个结果 我觉得他对于我的 我想要 如果我要获胜的话 我觉得他对我的候选人的影响 是不好的 所以我会选择投这个 去分享这个假新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 就是孩子可能会为了想要胜利 然后去站在不同的 站在他所选择那个候选人的立场去 他就有可能会去转传到假讯息 我觉得这个动作 他其实就可以让 孩子的印象还蛮深刻的 可以在未来 在看这些讯息的时候 他就会有意识的知道说 他背后是不是有哪些立场在支持 所以这个讯息他即使是假的 有一些人还是会去分享他 去扰乱大家的一些印象 这样子 不同的分享管道 像这个你就很明显 从一些线索可以看出说 他可能是 就是那个YouTube的样子 然后像这个可能就是 脸书的分享 然后我们刚刚玩 还有发现一些是 它是新闻 但是上面那个标题是找不到 那可能就是我们常会讲的那种 内容农场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 其实还蛮细腻的 然后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设大 是在推媒体素养的融势教学 那其实这个最关键的 就是会希望说 很多很多我们在希望 让学人去了解媒体素养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可以从生活中去学习的 不是特别跟他说 我们今天要上媒体素养的课 而是可以像这样 日教娱乐 从游戏中 从生活中里面去做学习 那我觉得像这一套桌游 其实也提供 以教学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也提供教学者很多的资源 像很多老师 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搜寻 很多很多的新闻 但这里面很多新闻 其实都还蛮拟真的 那老师可能翻 就会找到就是跟自己的印象 可能有连结的 那可能就会是他 很好的一些教学素材 对那这些 刚刚佩云有介绍到 就是这些小的设置 其实在游戏后 都还可以再做一些分享 对那我觉得 不管是趣味性 然后或者是真的用在教学上面的 这方面的 可以达到的效果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选情风向球媒体素养桌游 将于9月初发行 并且展开后续教材推广工作 美观基金会也将提供桌游的教师手册 让教师带领学生在游戏中进行讨论 而民众也可以透过美观官网 脸书与桌游通路 取得选情风向球桌游 选情风向球 讯息流通我掌握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 民国41年成立的台北市立文献馆 今年欢度70岁 文献馆特别举办第70化台北市立文献馆典藏特展 从上万件文献史料精选将近百件文物 在西本院寺广场树心会馆盛大展出 打造六大主题情境开箱经典 重现不同文化激荡下的庶民生活日常 台北市立文献馆欢度70周年 特别举办第70化台北市立文献馆典藏特展 市长柯文哲以及众多嘉宾也共襄盛举 柯文哲表示对古迹的重视与保存是文明国家的特色 文物史料是民众的集体记忆 期盼未来能继续保存成为台北市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台北市文献馆是从民国41年就开始 那么到现在70年了 这70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你知道 刚好记录了台湾历史上变动最激烈的这一段时间 那文献馆成立以来你知道 当然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这个志山岩死前遗址的挖掘报告 台北市很多古迹的调查 字书的编撰 还有一个是台北文献的记刊 主题专书 纪录片 还有一个口述历史 特别是我们都不知道 没任何台北市长都有做口述历史 因为历史的保存还是很重要 不管当时有什么样的冲突 我常常 我是认为 发生在台湾土地上的 就是台湾的历史 所以应该把它忠实的保存下去 至于后世要怎么去判读 英文叫interpretation 那是后代人的事 我们这一代是 作为文献你知道 就把它好好保存 那这几年来 我们更 开始利用数位保存的技術 这会收集更多的东西 那么到现在为止 文献馆大概收集了15000件的史料 那这一次的特展你知道 就有164件是原件 还有212件是利用这个数位应用的 不管是电影啦 海报啦 老照片等等你知道 那记录了从清代到战后政府来台你知道 这里面展出的东西相当多 包括这泰雅族的被珠衣 被壳的衣服 还有很多古代的契约等等你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 这种历史的整理你知道 有时候我发现比较文明的国家 才有办法去整理历史 所以这个对古籍的重视跟保存 也是一个文明国家的特色 那么文物史料是大家的集体记忆 那所谓的文献馆就是如何收集 跟保存这些集体记忆 然后再传到下一代去 那当然这是最后变成一个城市你知道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很期待文献馆你知道 在这70年来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在未来的时代你知道 继续保存台北市在每一个时代 应当被记录下的东西 那再传到未来你知道 让他们都成为是我们台北历史的一部分 展览打造六大主题情境 包括纸上浮身、鲜画东西、繁景圆香、 和风袭袭、惠声惠影以及一夜台北 打造旧食书房、画室、古早杂货店、 起楼店家以及电影院等怀旧情境 以创意而精致的手法 带领民众走入充满故事的文物宇宙 在这70年当中台北市立文献馆的前身 为文献委员会 从文献会成立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事件、活动、记录 还有出版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在当中非常谢谢我们的学者专家 我们的委员们对我们的提息 对我们的协助跟对我们的指导 我们文献馆呢 除了刚刚市长有提到 就是我们典藏了非常多的历史文物之外 那这些历史文物呢 它不一定以珍贵 不是以它的价值来作为珍藏的首要目标 但是它以记录人类历史当中 作为见证物的主要目标来作为选择 刚刚市长也有告诉我们 我们总共典藏了有15200多件的典藏品 那这15000多件的典藏品 当中经过了数位的转化 经过了典藏的一个解读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现场 呈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典藏故事 我们以第70话 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主题 那这个展览是由館内年轻的编展 策划 规划 挑选 然后经过解读 然后再经过我们外部 我们合作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主点设计 钟先生所带领的年轻团队 跟着我们大家一起 还有我们的故事studio 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目前新兴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团队 来跟我们一起共同 为这个策展的内容来做出付出跟努力 所以在现场当中 我们希望以六个主题来制作六个氛围 在这六个氛围当中 我们来看看台北过去 这些历史 这些人物 这些文物留下来的风貌 跟风景 跟风情 希望能够在这些文物的当中 我们看到更多台北市过去的历史故事 对我们最近将来 还有未来的久远的未来 都能够产生无穷的勇气 文献馆走过七十周年 馆长詹树珍感谢共同参与 以及见证这段历史的贵宾 而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徐雪姬 则是细数文献馆的过往 甚至曾经差点被废除 我大概在1978年 1979年那个时候才 开始帮台北文献会工作 最主要是刚刚 詹管长讲的 就是有关于台北市的祈祷座堂会 我想台北市文献会 一直到今天的文献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 就是有关于座堂会 这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 我想我们在台北文献里面 都会有一篇非常精彩的座堂会 不仅是对各行各业的 还有对于历史名人 当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种种事情都可以成为 大家收集 共同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也见证了台北市文献会 从委员会变成馆 有一阵子 在谢小印局长的时代 准备要废台北文献会 那时候我记得是翁志冲 当主队秘书的时候 我们一群学者一直跟 谢局长说千万不要废 这个是好不容易 存存到今天 它的功能跟台北故事馆 跟什么博物馆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希望能够 那当场也有一些学者 主张把它废了 不过最后我没有废 我实在觉得非常的高兴 如果当天我们不发言 然后让它废了 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 这是我见证 见证文献会的一个转折 第70化台北市立文献馆 典长特展 即日起在西本院寺广场 树心会馆展出至10月9号 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感受台北市70年来的 时代变迁与城市风华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日前到中华文化总会参观 备份一座城市展览 透过观看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珍贵香港苹果日报备份 回想香港繁荣美好的时光 珍惜台湾的自由 苹果日报的员工从上面用手机回应下来 希望大家能够光 仔细观看世界各地收集到的香港苹果日报备份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于文总参观备份一座城市展览 参观最后陈时中也亲密写下 卸下新房就是备份的开始 为展览留下记录 也同时提醒自由民主的台湾 刚才进来的时候香港朋友跟我们讲 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 坦白人大家看到1997 7月1号的报纸 那个信 大家相信的信 在那时候香港就已经卸下了新房 然后就变成今天的香港 我想就从那历史真的是香港信有明天嘛 我看到那一封报纸的时候感触很深 那就是卸下新房 他以为他真的会有明天 结果我们看到才没多久 在去年的反送中跟国安法实施 香港也不再是香港 那我们今天只能再看到这个备份 留下历史的记忆 但是如果当初不要卸下新房的时候 也许今天就不需要备份 所以我刚才看到那份报纸感触很深 《苹果日报》在香港发生大事时 都会在头版做出跨页的版面 让读者可以私下来当作示威标语 专场将这些版面选吊起来 趁势中走到此处也停下脚步 体悟港人为自己争自由的过往 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议事的规则 或相关的立法的一些程序 来批评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坦白讲我认为 应该要把这个高度再高一点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今天大家在努力什么 是对一个民主自由体制的一个坚持 跟对自己自由民主的一个坚持 在展现我们的力量的时候 那对于相关的法规 当然能够快当然好 但是立法有相当的一个程序 跟大家需要了解跟顾忌的地方 但是有没有展现对于自由民主的坚持 对于这些施暴的人提出一些抗议 我想大家都会看得很清楚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在心理上的建设不足 当你这个新房被破除了以后 那其实很多事情到后来都变成是 就无奈的就这样子发生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报纸 今天很感动就是 7月1号1997 7月1号 信有明天 香港信有明天 当那一刹那 那个报纸登出信有明天的时候 其实26年之后的香港 其实都已经被看透了 备份一座城市特展 是由备份香港策展团队 用122份香港苹果日报实体报刊 电子党与文总共同举办的展览 看大家记住香港的历史 备份一座城市呢 就是以备份香港苹果日报为主 那我们主要 这个整个的设计是想要讲 重现紫本报纸的体验 就是我们设计了很多光桌 那其实是希望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也太 没有什么拿紫本报纸的习惯了 但我们设计的互动 就是说你从报纸那边 然后去拿到光桌上面 去观看这个报纸 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体验的设计 这样子 这个光桌同时也是 当时有 苹果的记者来看 那他们说这是一个 他们在选报纸的照片的时候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在每一个光桌旁边都有设计一个QR Code 那那QR Code 你可以藉由扫描APP 然后看到里面的那个 哦 用我们主要的动作还是备份这件事情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报纸 然后储存下来 然后进行一个接力这样子 对 嗯 嗯 就如前面讲说的就是 这个 办这个展 香港的团队说 他们其实不是想要 台湾人去同情他们 他们其实希望是说 嗯 协助保留香港的文化 然后让我们回想起 香港的好时光 因为这个展览的标题是 不复好时光 对 就是也要重新去讲 好时光这件事情 来存在这样子 然后也 也为备份香港这件事情 大家进行做一个接力 从1995年的创刊号 到2021年的最后一刊 在苹果落下之后 这些薄薄的报纸成为历史 透露的还有港人 对家乡的一份情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了打造台北移居永续城市的愿景 台北市政府推出的 台北好涉气计划 积极号召企业 攜手社会企业 一起打造化解社会 环境议题的创新商业模式 推动8年来成果封硕 在ESG 产业媒合启动记者会上 特别发表8周年成果影片 开拓永续商机 2 1 2022年台北方涉气计划 ESG产业媒合提出 正式启动 找出福利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 举办台北好涉气 无限永续新契机的启动记者会 期待号召更多企业 攜手社会企业创新转型 打造化解社会 环境议题的创新商业模式 活动中也特别发表8周年成果影片 台北值得越来越好 一起来看计划8年有哪些内容 七大政策资源的提供 全台第一个专属设计的优惠贷款 全台第一个企业出题 设计解题的产业合作模式 85加次的设计参与 跨足六大领域 113件永续合作的促成 2.72亿元产值预估创造 累计8年丰富的成果 持续替你与我打造台北宜居永续的无限客 换上衣服出门时 你是否曾经想过 身上的这件衣服 如何从一块布料 变成了光鲜亮丽的时尚单品 Storywear将8200把的回收布料 以及1.5万件的回收牛仔裤 重新再制成为我们的全系列的服饰以及配件 我们也帮助超过了40位的二度就位妇女 以及老妈家庭 一起来缝制我们所有的商品 创造材料到人才的正面循环 看见新闻上热议的再生的云议题 想要参与却不知道怎么做 阳光福特家打造全台首长绿能全民电厂平台 同时也是国内第一家绿能收店业 让每一个人都能选择自己想要的能源与未来 阳光福特家号召超过3万位民众 一起提供屋顶 小而出资购买太阳能板 同时我们也结合企业ESG创新行动 透过绿能工艺的模式 帮助弱势团体也能共享绿能 一个地方政府大概很少像台北市这样 在8年前就看到社会企业 必须要由政府来促进 然后我们也谢谢这么多的 费易地组织不断的投入这个市场 虽然台湾在我们相关的商业导向的环境里面 其实社会企业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在台北市我们做了蛮多的努力 我上一次看到董事总经理的时候 是在脑马协会 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企业 它运用了它对于这个地球的一些责任 然后结合了各种的面向 甚至可以帮助到弱势团体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有概念 只是可能在获利环境里面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政府的协助就变得很必要 那我自己到台北市政府当副市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社会企业在台北市跟创新创业是一样的重要 因为创新创业的年线需要的是舞台 其实社会企业需要的也是舞台 直早我们把这个舞台让它成为 至少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协助别人 那大型的企业也都在找适合的案件 尤其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的ESG 那台北市政府从 到今年其实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台北市已经通过了 2050静岭碳的法案 台北市已经三独立法通过 也是唯一通过的地方政府 所以我们接下来每一年 我们都会去在我们的建筑 还有我们的垃圾处理 还有相关的设施设备 比如说减能减碳的电器上面 政府都会辨列固定的运算 去为江海和金岭碳来做出努力 我们台北市政府认为 整个社会企业是整个社会创新 一个很关键的动力 所以八年来我们始终 不余力的在推动这个社会企业 跟社会创新的推动 那么从前年开始 也就两年多前 我们特别寻找这个企业 来媒合它跟这个社会企业的合作 换句话说就是由大企业来出题目 然后由我们的社会企业的新创 来提出解答 提出解方 那这样的合作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成果 所以今年2022的企业解方 我们特别扮演 举办这样的媒合会 由企业来提出它的需求 跟它的方向 然后希望来媒合更多的社会企业 可以来参与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透过所有的这些新创 那这些社会新创 那这些社会新创 可以不断的提出解决社会的问题 然后也帮助企业提出一个有效的解方 会带动整个社会环境 不断的循正向的旋转 然后找出更好的一个解方 我想我来举个案子 好了 我们在前两年 SORRYWARE这个社会新创 跟这个统一超商 还有这个脑麻协会合作 这个让这个三方循环 由统一企业它回收的 这些宝特瓶 那这些材料 再做成这个布料 由这个SORRYWARE他们这个社会新创 他们把这些布料 重新的再做一个设计 然后寻找脑麻协会 这些单亲家庭 跟这些脑麻的家庭 他们来制作 然后整个这个产品 在身边一边来这个 通路来做这个买卖 然后它所回收的 跟这个卖出来的这个金会 再回捐给这个脑麻协会 构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我们看到一方面解决社会问题 同时也帮忙很多的这些家庭 找到一个它工作的机会 同时也把这些 原来可能会创造社会的 护担的这些材料 重新回收再利用 变成是个有用的资源 这样的所构成的一个多方的循环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方 透过企业与社会企业的合作 让更永续的解决方案 走入一般民众的生活 现场也邀请金融 百货零售 科技等产业的企业代表 分享如何与社会企业合作 创造商业与永续的新契机 一条我们的愿景 是为大多数人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那一样跟这个三个圈圈 有关系的社会伙伴们 我也在为你们招手 第一个我们要着重领域 叫做永续跟健康的生活 就跟台北市说要打造 宜居永续的生活一样 让你们有这个解方 有这个产品 可以帮助我们的客人 在家里面过个减碳的生活 如果你们好的参与原料 都会联系 那第二个我们Ikea 承诺在2030年之前 成为一个气候正效益的公司 以及转型成为一个循环经济的企业 所以各个好伙伴们 你们假设有循环经济的解发 有律电的解发 或者是有这个 能源贫穷的一些问题的意识 想要倡议等等 都跟我联系 我这是另外 那再来第三个 非人一口 也就是说 我们在对员工 在对公共商 在对当地的社区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 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 所以弱势的辅助 长者的辅助 心理的健康等等 假设你们有相关的问题 相关解放 都来跟我联系 那环球购物中心 基本是要打造一个 绿色的永续商场 我们核心的价值是从 赤身做起 我们从商场的赤身做起 然后去串流我们所有的 合作的品牌 来跟产商的部分 然后我们去建立 跟消费者的互动 去建立一个永续教育的体验理查 环球购物中心跟其他的商场 不是只是买东西 我们希望透过 跟消费者的互动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教育的成所 所以在绿色永续的商场里头 我们有推到绿色的低碳 还有循环再生的建材 像我们I-19 就是用循环再生的建材去建构一些 赖产的环境 还有并服务创新的像电子银券的部分 还有一些我们目前跟三家行动支付里面去做 这些的合作 去推动农子发展的消费 第二个我们也串联了 我们跟我们配合的品牌 大概两单五十家里去推动环保餐具 还有一些的环保友善的商品部分 去活化大家的日常的健康的生活 台北市政府以公司协力的方式 来推动社会企业的育成赔利 未来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企业与社企携手 在ESG浪潮下 共同为社会环境尽一份心力 同时也开拓永续商机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2022台北夜市打牙季 票选夜市美食活动起跑 总共有宁夏夜市 蒙甲夜市等十大夜市的75摊好味道 邀请民众选出超人气小吃 参与票选还可以参加抽奖 餐甲冠夜市 临下好夜市 谈一行走号 好管 中管 中管 王珊珊 佳珊 立成 王珊珊 黄珊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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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甲军 佳珊 佳珊 帅大哥 餐甲军夜市上站 站 台北各大夜市摊商齐聚于堂 与副市长黃珊珊 一起欢迎民众来逛夜市吃美食 今年的台北夜市打牙季票选活动起跑 共有宁夏夜市 蒙甲夜市 士林夜市 等十大夜市的75摊好味道 来参与对决比拼 邀请民众来票选超人气小吃 参与票选还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有万元气炸锅等50个食用的小家店产品 我们都是武林高手 高手都在民间 高手都在我们的夜市里面 今天很高兴看到的是我们十家的夜市 十个很有特色的夜市 这十个刚好也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参犯经济计划纳馆的夜市 也就是这所有的夜市 目前都是市政府亲自纳馆 然后一个一个辅导 也谢谢大家的配合 在这十个夜市我们已经做到了 第一个几乎全部都有造册 第二我们全部都有空出所谓的消防通道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都做了一些相关的辅导 那帮他装置很多的设施 尤其是排油烟的排油水的 那我们的夜市里面又安全又卫生 那当然很多的里面有非常多特色的店家 让我们的夜市成为民众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尤其是国际观光客这几年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夜市非常的辛苦 但是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那8月9月刚好是我们现在正在振兴的期间 那这段时间刚刚看到8月开始 我们就开始从今天开始 其实就可以来夜市打压祭了 那每一摊每一个店其实都非常的有特色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市民朋友来到这里 除了找到这些特别的店家以外 找到我们民间的高手以外 还可以感受到我们夜市整个的改变 尤其是各位会长 这次会的会长 谢谢你们这几年这两年多 没有你们的一起配合 台北市的夜市不会改进的这么快 只要谢谢大家在这两年多疫情期间 还能够跟着市政府一起往前走 这边要特别谢谢大家 那最后呢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逛完夜市的时候 我们8月底台北市会开设一个城市博览会 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台北市 不同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 跟我们的夜市一起往前走 让我们欢迎万华双雄 李昭成理事长 带来蒙甲夜市入围的传奇地瓜球 与森丽林代表 带来公馆夜市入围的阿兰手工法国面包 今年的主题是武林峰 各大夜市摊商都精心装扮 端出自家的特色小吃走秀 台北夜市打牙季票选期间 从即日起到8月21号 将分别从台湾小吃异国料理 饮料冰品甜点与台北奇迹五大象各选出前三名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我们这次参选的有老中青三代 然后有我们很传统的林郑造马吉兵 然后有我们的牛妈妈的控肉饭 那比较中生代的话是宁夏牛排 那我们的放山鸡鸡排 那我们还有168纯仙饮 那比较新的有我们的雅米花生卷冰淇淋 然后有我们的大喝茶 那是夜市的连锁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都有新的旧的一起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来夜市一起消费 这次我们总共有9个摊 那我9个摊包括我本身 我自己卖的南望胡椒虾 然后还有传奇黄金地瓜球 然后阿嬷西瓜汁帅哥喝喝饮料吧 然后还有沙茶阿庆沙茶鱿鱼蒜 然后还有东港鲤鱼欧蕾 所以说我们这些都是同反价的东西 然后欢迎你们来我们蒙角夜市 吃吃品尝我们的小吃 其实在前一阵子疫情的时间 加上下雨是真的是有一些影响 那不过在这个现在政府 这雨病如共存的情况下 其实也现在生意有开始稍微的回来了 那尤其是假日真的是人蛮多的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客人 那我们会尽量的提升我们的品质跟服务 那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来宁夏夜市走一走 谢谢 我们自从那次的疫情 从5月14号开始我们就停业了 停业到7月24号开始营业 那这两个月的当中大家都没有办法生活 那7月24号我们是开始营业以后 我们陆续就是摊商是陆续出来做生意 我们并不是一次全部来的 那人潮都没有办法一直回笼 那就是经济部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 他们都有一连串的振兴活动 那振兴活动以后就是有 我们有发蒙甲券什么券 都有一些人潮回笼 那尤其这次的打牙季我们很期待 因为很多客人打牙季还没到 就一直在问我们说 即使要做快散活动了 那我们都有个客人讲说 我们是几号要做快散活动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这次的打牙季的盛况 然后能带动在另一波的人潮进来 各大夜市摊商相当感谢市政府 透过活动行销来促进夜市的商机 此外8月13号到8月21号两周的6日 也欢迎民众到指定夜市扫码停写问卷 还可以加码再抽环保豪力 结合线上线下一连串好康的活动 欢迎民众来夜市冲一波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2.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于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钟佳琪团关心您 肥胖容易导致代谢症候群的发生 进而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培养市民健康生活形态 以及正确控制体重 推动提升市民颧骨和未精致杂粮类的摄取量 8月8号开始办理海尔斯家庭餐桌系列活动 让民众餐餐吃全骨营养自然补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30%到50%的癌症发生是可以避免的 透过每日摄取足够六大类食物及适当的身体活动 可有效预防癌症及慢性病发生 台北市卫生局为培养市民从日常基本的均衡饮食做起 推动提升市民颧骨及未精致杂粮类的摄取量 从8月8号起办理海尔斯家庭餐桌系列活动 藉由认识与正确选择颧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及保持规律身体活动 控制体重进而促进身体健康 那主要是我们刚提到的各项的健康检查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健康行为更重要 那包含着我们要健康的饮食 要身体的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市 这个十大死因当中 培政也就是恶性肿瘤的部分 连续已经40年是第一名 那另外台北市的十大死因当中 万幸疾病也打刮了八项 所以这些相关的危险因 包含了不均衡的饮食 缺乏运动等肥胖等等 这个都是应该要来努力 克服跟健康生活情况来改善的 那今天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是 健康的准时的部分 那一位市民朋友应该都有听过 这个六大均衡的饮食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 是从8月8号开始 提供了一个健康餐桌的活动 那鼓励市民朋友 从家庭当中建立健康的身份态 循环跟补食习惯 并且可以选择全部 把粮和主食来提供我们的健康力 那北市最新的调法指出说 其实他们的DNA质值 超过27%的朋友 肥胖面额是12.6%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话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饮食控制还有运动的部分 都是要请大家注意的 那其中有饮食控制其实是最容易去调配的 那我们营养师的提醒大家说 其实在我们国人的善食新闻摄取量 如果达足够的摄取量是只有五成而已 所以善食新闻的来源最重要的来自蔬菜水果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顺骨脊胃脂脂肪酿量类 那是因为它高中还有许多的营养素 包含有酸食纤维生素EC还有多酸 那也对于炎症的预防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在维生素EC多酸 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去除我们体内比较坏的自由基之外 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 善食新闻的这个好处 善食新闻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肠道健康 然后可以促进好俊的发展 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烟化 速度提升 所以在体重控制这一块 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可以关注的一个食材 那所以说其实要体重控制 其实大家会有个名思 我们会说其实是不是就标识饭 但是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保护我的仓糖的均衡值原则 那其实饭的部分就是吃米群头再多一点就可以了 那同时这个吃的总润也请大家 这样帮我们注意一下 要以顴骨及味精致脂粮类为主 比如说如果我们常去外面吃饭的话 比如自助商或是便当店 你可以选择超米饭 直米饭来取得买米 然后或是选择一些食材配菜的部分 比如说玉米炒蛋 或是沙拉排骨汤等等 这部分来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是其他你的族群 可能会常去像便衣商店 那便衣商店就有更多选择了 比如说它就是有烤地瓜 即食玉米或是连耐生菜沙拉等等的 还有试试吃古墓棒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参考 那如果在家里自己做菜 常要自己煮饭的 其实更可以有更客制化的调配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些 烧米紫米 或是红豆打带烟麦的 不同的加量一起去混煮 然后用一些不同的调配比例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参考 你家里的口味的习惯 或是参考长成性压口情况 然后煮得更软一点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社区养殖 就是有推荐的一个就是食玉米 那这个食玉米它有十种全顾 然后用简单的颜值 有喜、泡、骨、闷 就可以让整体的这个美味 还有豐富的口感 就是亲手带上座 那他也是这边为了提醒这个家庭健康 所以我们推动的这个家庭餐桌 还有自分为配合的这个活动 那邀请家中的学校 家长还有父母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要藉由认识这个军团的饮食 还有去读乳的两个这个部分 来养生健康的生活习惯 那我们的活动有三个对象 第一个是学生的部分 只要报名我们就可以获得桌游一份 那再来呢就是上传这个桌游的照片之后 我们也会获得这个餐桌的桌店 那桌店照片就会教大家 怎样去选择六大类的食物 跟这个全部大量类 那拍摄了这个照片 把我们的食材跟桌店回照之后 上传那我们就可以完成记录 那另外成人的部分 就是完成这个桌店 跟六大类食物的这个社区的照片 那对于展者的部分呢 然后我们也强调这个持续性 有一个纸本的阅历这样的方便来运用 这上面也是记录了我们六大类食物 我们的原社区的情话号 来做这个最后的照片上传 那每一个回合呢 两周一个回合 总共会有三个月的时间 活动总奖金超过十万元毫利 等民众来挑战 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活动 邀请本市学生 成人及长者三族群 以家庭为核心参与活动 完成目标即可参加抽奖 让健康吃龟绿豆成为市民的日常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尽向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